中國新冠疫情嚴重 前天起 開放讓民眾出國旅遊之後 各大城市機場立刻擠滿了人潮 而相對於歐美與日韓的嚴格把關 東南亞國家幾乎不做限制 歡迎中國旅客來消費 中國八號開放邊境 讓民眾的海外旅遊 讓日本政府也從八號 加強邊境檢疫措施 從中國本土出發的直飛航班民眾 入境得做抗原定量或PCR篩檢 跟提供七十二小時內的篩檢陰性證明 而日本十二號還要進一步 對澳門直飛的航班 進行相同的入境篩檢措施 根據統計到五號為止的一星期內 日本已經從中國入境的四千八百九十五人 當中驗出了四百零八人篩檢陽性 佔比約百分之八 而東南亞國家則是歡迎中國遊客入境 包括柬埔寨 印尼跟新加坡等各國 都宣布由中國入境的遊客 不需要衰減就能入境 但泰國則是原本要求 要從一月九號開始 由全球各地入境的遊客 需要在入境時提交 施打完整兩劑疫苗的證明 但後來政策又轉彎取消 而歐洲國家比利時才剛宣布要對中國入境的航班做廢水病毒檢測之後 八號第一架抵達的航班就驗出了陽性反應 但因為檢驗樣本中缺乏分辨 難以分辨是不是新的病毒變異株 在中國開放邊境後 也出現了入境中國旅遊或是異地遊子回國過春節的人潮 中國政府統計預計今年春節前後四十天左右 將會出現約二十億人的返鄉返國的移動人潮 跟去年相比幾乎反北成長 也會附到疫情發生前春節移動人潮的氣氈 關於西元朝春節移動人潮